随着现在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,人们的视野都集中在了地球以外的地方。 自从在上世界人类进入到月球,人们的热情和创造力被更大的激发出来。 但是尽管是这样,我们对于它们的认知还是非常有限的。 为什么会出现呢?是什么原因呢? 人们现在对于它的了解基本上都是十分乐观积极的。 它其中的一面永远背对着我们,它的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?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,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呢? 一旦开始研究,人们就发现了很多让人惊讶的事情。 它的形成竟然是一个意外到成的,和其他的卫星比较起来。 它的存在反而会显得十分的不合理。 第一点,作为一个卫星来说,它的体积实在是有些过于大, 而且它的运转回到竟然是圆形的,可以说是读书一致了。 第二点是它就像是人类设计制作出来的一样,感觉并不是天然形成的。 它与地球的距离竟然和地球,与太阳的距离是一模一样的。 它的直径和太阳的也一样。 它自转一周的时候,和我们地球公转的时候也是一样的。 第三点是它其实是空心的。 经过多次的测量计算,我们发现它确实就是这样。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 当然,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证明的。 一般来说体积和重量越大,速产生的重力就会越高,我们从地球的重力就可以看出来。 经过我们的测量,月球的磁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 这个就反正了它其实质量很小,体积达质量却小。 这就只能说明它是一个空心的球。 这些数据全部都表明,它既特殊有太过巧合。 从我们的研究中发现,它是不应该存在的,但它就是存在了。 所以难道是我们的先人创造出来的? 比较让人惊讶的另外一点,是它在我们古老的神话故事中并不存在。 我们现在的一些故事,才会出现关于它的故事。 对于它的研究,现在还在继续的深入研究中。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很多的科学家。 我们对于这些未知的事物总是会充满好奇心。 不知道答案就要探索到底,它到底是人造的,还是天然形成的呢? 像我们一起等待,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答案的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